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都非常感兴趣 节目也是很受欢迎 他们急于想我们能不能再开启一个新的系列节目 把林彪完整地向他们介绍一下 我想向您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林彪在文革中有一个最大的罪作 就是说他迫害罗内心 我们也看到文革中 罗内心被装在跳楼 被装在一个大框里去批斗 非常惨 那么是林彪迫害了罗内心 还是毛泽东迫害罗内心 一直有不同的争论 您的看法是什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我们又来到这个节目 专门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林彪事件的系列 那么当然这个林彪事件 这个谈论林彪这个人 有很多很多内容 如果从这个文革刚开始的这个事件来谈起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谈到很多有关林彪的相关的一些事件 那么罗瑞卿事件应该来讲的是林彪参与文革 所卷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件 那么有关罗瑞卿事件 那么当然官方的说法 那是一个当然就是很简单了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罗瑞卿是受林彪迫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罗瑞卿呢 反对林彪的在解放军内呢 搞那些个什么个人崇拜啊 这些比较极左的极端的这些言行 对林彪呢 有些微词 那么身为林彪所记恨 所以呢 林彪就主动的发起了一场这个倒罗的事件 那么这是官方的这个说法 那么后来呢 这个官方的说法呢 当然有一些个漏洞的没有办法弥补 那么后来呢就有一些个 有一些个官方或者 有办官方背景的学者呢 就把这个罗瑞卿事件的解释成为说 毛泽东为什么要破坏 毛泽东和林彪为什么联手要破坏罗瑞卿呢 那么是因为呢 林彪和毛泽东做了一个交易 什么交易呢 那就是说呢 林彪呢 要求毛 毛泽东呢 把罗瑞卿这个拿下 那么换取林彪对文革的支持 那么这是一种 现在来看呢 是国内呢 一些学者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看法 那么这个看法呢 这个能不能说得通呢 在我看来 无论是从事实 还是从逻辑上 都是讲不通的 首先官方的说法呢 就是比较 当然是简单化了 把罗瑞卿这个倒台的事件呢 归结为林彪一个人 好像说林彪一个人 找毛泽东告了一状 告状完了以后呢 毛泽东就听 个人呢 就误信了 听信了这个林彪的谗言了 那么林彪一告状 一告一个准 那么毛泽东就同意了 这个呢 就把这个罗瑞卿 倒台这件事情呢 简单化 那么第二种 就是一些学者的观点呢 就是在逻辑上呢 在我看来是说不通的 为什么是说不通的呢 因为罗瑞卿 打倒罗瑞卿事件呢 是在1965年的 12月的上海会议 当时呢 中共中央在上海 召开了一个政局常委扩大会 那么这次会议呢 决定了罗瑞卿 基本上绝对 决定了罗瑞卿的命 但在这个时候 毛泽东发动文革 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也就是说呢 65年11月份 毛泽东秘密的 让这个张春桥 姚文元 他们写这个 批凯瑞罢官 在上海文卫报上 发表这篇文章 不仅中共中央高层的 这个刘少奇 邓小平 周恩来 他们不知道 林彪同样也是不知道 那么在65年12月的时候 几乎可以说 整个中共中央 除毛泽东 个人以外 没有人知道 毛泽东到底想干什么 也就是说 没有人知道 毛泽东 到底下一步 是要 要 要 要干什么事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林彪如何能知道 是要跟毛泽东 做交易呢 没有这种可能性 林彪根本不知道 毛泽东想干什么 更不可能 要挟毛泽东 这个历史上 林彪一直是 毛泽东的一个 这个嫡系 等于是说毛呢 基本上是毛 说什么 林彪就干什么 而且中共历史上 也从来没有一个人 敢于要挟毛泽东 说你毛泽东 同意我 干什么事情 我才同意 我才 会跟着你 干什么事情 没有人 没有人敢这么做 所以呢 也不存在着说 林彪当时 有要挟毛泽东的 这种可能性 而且也 而且呢 也没有证据 这些国内 我搞不清 这些国内的学者 有哪些证据 拿出来说 林彪在那个时候 跟毛泽东 做了一个政治交易 好像说你毛泽东 同意我 搞掉罗瑞卿 我就跟着你 去干文革 那么这个事情呢 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 没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呢 国内一些学者 在这方面的看法呢 是站不住脚 那么到底 罗瑞卿 是因为什么 倒了台 这个事情呢 应该来说呢 是有一个非常 一个深远 深刻的一个背景 那么不把这个背景 讲清楚的话 那么罗瑞卿事件呢 就讲不清楚 那么我们在谈论 罗瑞卿 倒台这个事件呢 我们不妨先 简单的回忆一下 罗瑞卿是怎么上台的 那么大家知道 1959年 庐山会议呢 彭德怀 被毛泽东 整垮了 那么 整垮彭德怀 谁受益了呢 是林彪 受益了 那么 毛泽东呢 就把林彪提拔成国防部部长 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呢 林彪本来就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 中共中央的副主席 他排在这个邓小 而且他的林彪的地位 还排在邓小平的前面 所以呢 由林彪接替彭德怀 出任国防部长 掌管军队 这个是当时的历史的必然 那么林彪上台以后呢 马上面临了一个主 一个首要的问题 选谁来当这个军委秘书长 来掌管军队的这个 这个事宜 大家知道林彪这个人 这个建国以来啊 基本就是养病 没有参与任何的政治活动 中共的这个早期的 建国以来的这些的 基本上所有的政治事件 林彪基本都没有参与 没有卷进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毛泽东整倒彭德怀 那么林彪马上就面临了一个问题 林彪主管军队 那么必须要选一个 毛泽东信任的人 来当这个军委秘书长 来当这个解放军的总参谋长 那么选谁呢 当然有一些个人选 那么选来选去呢 林彪呢 推荐的是罗瑞卿 当时为什么会推荐罗瑞卿呢 并不是说当时没有人反对 军内有一些人就反对 认为这个罗瑞卿啊 这个浑身是刺儿 就是他这个人办事呢 很霸道 当时呢 周恩来还跟这个林彪 跟林彪去见毛泽东的时候呢 跟毛泽东提议 说提议这个罗瑞卿 当这个解放军的这个总参谋长 毛泽东当时还问 说这个这个罗瑞卿 浑身是刺儿啊 这会不会刺到你啊 你怕不怕呢 林彪就说了一句话 我不怕 那么周恩来在边上打圆场 说这个罗瑞卿这个 身上有刺儿呢 也不会刺到林彪身上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罗瑞卿呢 原来是红一方变军的人 在这个这个长征那个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军队啊 当这个保卫局局长 保卫局局长什么意思呢 就是苏联的这个 前苏联的这种气卡 这种这种 专门是搞这些个肃反工作的 所以罗瑞卿这个人早年的就是 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军内的很多人都很怕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而且建国以后呢 罗瑞卿一直都当公安部部长 基本上是没有 介入到军队的这个工作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把罗瑞卿选 从公安部部长这个职位呢 调到军队里面来 如果是没有林彪 大力的这个这个推荐和支持的话 这个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毛泽东当时呢 也是对这个提议呢 首先毛泽东有点意外 另外呢 毛泽东还是很满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毛泽东信任这个罗瑞卿 罗瑞卿呢 自己说他是毛泽东的大警员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呢 罗瑞卿掌管公安部 在这个建国以后啊 这个中共搞的什么 这些肃反啊 这些个抓反革命啊 这个杀反革命啊 等等的 这罗瑞卿是这个 非常的这个积极 这个能干的 所以呢 罗瑞卿呢 一历来呢 是得到毛泽东信任的 甚至于毛泽东去这个长江 什么去游泳 罗瑞卿从来不会游泳的人 他都可以 这个县去学游泳 学完了游泳以后 学会游泳以后呢 陪着毛泽东去游泳 所以呢 毛泽东从心里边呢 是欣赏罗瑞卿 那么再加上林彪的 这个大力的推荐 所以呢 毛泽东就说 这个这个推荐罗瑞卿呢 是一个这个 是一个这个 好奇啊 是一步好奇 只有林彪能 能想得出来 然后从林彪这个角度来讲呢 第一 罗瑞卿很能干 是军内呢 一个是这个过去呢 军队里面 一个非常 能干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很厉害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角色 另外呢 毕竟 那么罗瑞卿是林彪的 这个 当年的这个嫡系 是林彪的手下 所以呢 林彪呢 也信任罗瑞卿 所以从这几点 几方面来看呢 罗瑞卿能够接 能够在 彭德怀倒台之后 能够当上解放军的 总参谋长 是有他的一个 偶然性 当然也有他的必然性 也就是说呢 罗瑞卿得到了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的这个支持 那当然地位就很猛 很猛固了 所以这个呢 是罗瑞卿上台以后 上台之所以能够 接替黄克成 当这个解放军总参谋长 军委秘书长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而不仅如此 罗瑞卿在 在这个党 不仅在军内 有这个重要的职位 党政里面同样也有非常重要的职位 为什么呢 因为林彪呢 觉得他自己身体不好 他这个基本上是当这个甩手掌柜的 很多事情呢 他就这个就放手 让这个罗瑞卿去办 那么既然放手罗瑞卿去 这个去这个 这个主管军队的日常工作的话呢 那当然罗瑞卿就要有相应的职位 那么罗瑞卿当时都有哪些职位呢 首先 这个中央委员 然后呢 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个国防部的副部长 国防公办主任 人大常委 什么这个委员 等等等等 就是罗瑞卿呢 身兼了 还是这国务院副总理 这个 这个 还当什么 这国防委员会 这个副主任 等等 就是罗瑞卿身兼 当时 在党政军所兼的 这个职位之多呀 那应该说是 这个 没有任何人能超过罗瑞卿 就是罗瑞卿不仅在军内 在中央 在政府 都有非常重要的职位 也就是说呢 林彪和毛泽东呢 当时的确 是放手 罗瑞卿 来这个 来这个 这个管理 来负责军队的事务 所以 而且不仅是军队的事务 他在 党内 在这个政府 在国务院 都有他的职位 所以从这几点来看 罗瑞卿是位高权重 那么 林彪和罗瑞卿的矛盾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开始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从59年到62年 大约这三年的时间里面 林罗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不仅在政治关系上 而且他这个 据我所知啊 他们家庭之间的关系 来往也非常密切 这个 这个 林罗这个 这个子女呢 相互的这个来往 林立国啊 林立衡啊 他们这些个孩子啊 林彪不在的时候呢 就委托这个 罗瑞星 代为这个照顾 所以两家之间的 私人的关系也非常好 那么 林罗矛盾 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呢 是从62年以后 为什么呢 62年的时候呢 林彪呢 这个 这个是生病 而且病还挺厉害 林彪病得很厉害了以后呢 啊 当时呢 林彪呢 就向这个 中共中央呢 向毛泽东请假 就说 要这个养病 呃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毛泽东就 就就就说话了 就说什么呢 就说 在林彪这个 林副主席这个养病期间呢 那么军队的主要工作呢 那就由贺龙来这个负责了 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有三个人 林彪排第一 那么贺龙排第二 排第三的是内容真 那么最主要负责军军队的这个日常工作呢 就是林彪和贺龙这两个人 啊 内容真这个人呢 就基本上呢 是不太鬼事了 当然内容真 他也负责他的这国防科委的工作 那也是一摊很重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摊工作 那么 我们从 当时军委的这个 中共中央军委的这个 啊 这个 他的组成的单子来看呢 其实呢 基本上 是是红一方面军 占据了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地位 啊 大家知道这个 中共的军队呢 有有几大山头 那么红一方面军呢 就是林彪这个山头 那么贺龙这山头呢 那就是红二方面军 当然还有四方面军 就是这个徐向前那个山头 当然建国以后呢 徐向前那个红四方面军这个山头呢 基本上呢 是受压抑的 徐向前 在这个中央军委里边 虽然也挂名当个副主席 实际呢 只让他去负责民兵工作 这也就是呢 等于让他负贤了 呃 就是民兵这个工作可有可无嘛 并不重要 那么 主要负责军队日常工作呢 实际上就是林彪和贺龙 那林彪呢 这个红一方面军的这个系统的力量 非常强大 我们看到啊 这个总参 就是 呃 总参的这个呃 总参谋长 就是罗瑞卿 副总参谋长 是这个杨成武 这也是 呃 红一方面军的人 那么总政呢 是这个 萧华 也是红一方面军的人 总后勤部部长呢 是邱辉座 同样也是 红一方面军的人 那么 另外呢 再加上什么其他的这个海军呢 空军呢 那更不用说了 那基本上都是林彪的这个这个嫡系人马 那么红二方面军呢 实际上呢 也有也有一部分人在这个军委和这个啊 其他的这个军兵中这个任职 当然力量呢 就比红一方面军就差很多了 所以一开始呢 军内的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呢 军内的平衡点就是实际是以红一方面军为主 红二方面军呢 就贺龙的人马 是为辅 呃 同样这个内容真的也是红一方面军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呢 基本上呢 毛泽东就是搞平衡 以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 林彪与贺龙呢 共同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 呃 那么当林彪 六二年生这个病重之后呢 那么毛泽东呢 就说呢 那由贺龙来负责这个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那么贺龙这个人呢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吃喝玩乐啊 这个非常会跟这个手底下的这个军 军事干部呢 这搞好关系 大家知道这个贺龙是过去所谓土匪出身吧 这这个这个这个红湖吃味队 大家看过电影都知道 这个这个红湖水浪打浪啊 这个 那其实呢 说白了 那就是这个土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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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 这个这个拉杆子 这个贺龙当初呢 就是这个 这叫贺胡子 这个这个军内的戏称啊 就是说呢 贺龙这个人呢 非常的会搞会拉关系 跟下边的吃吃喝喝 能把关系搞得非常密切 呃 由于贺龙管事 那么罗瑞卿呢 慢慢的呢 从 在林彪的这个系统当中呢 慢慢的就开始导向贺龙 因为这个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这个毕竟啊 你林彪你不管事了 那么很多重要的事情呢 既然毛泽东也发话了 让这个贺龙来这个 多负责这个军内的这个事宜 那么自然而然 罗瑞卿呢 也会向这个贺龙多请示 多汇报了 那么相对来讲呢 那对林彪呢 就没有像过去那么关系 那么密切了 这个这个这个过程呢 实际上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呢 军队呢 逐渐的 由于罗瑞卿呢 这种逐渐倾向于贺龙这一边呢 军内的这两大派系呢 就发生了一个很微妙的变化 也就是说呢 军队呢 出现了 两种两大派系的这种 就是明理和暗理的这种 这种争斗 那么逐渐呢 就变成以贺龙为一方 以林彪为另一方 那么这两方的人马当中呢 有一些个名争暗斗 那么怎么来体现呢 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体现在这个军内的大比武 这个军内这个大比武呢 是在六四年那个时候啊 这个贺龙他们发起了一个 这个大比武的这么一个 一个事情 就是军内呢 各方面都搞这个比武 这个比什么呢 就是比这个什么射击啊 什么这个 这个突击啊等等 反正军内的这一套的这个 各个各大军区都搞这种大比武 那么从大比武的这件事情来看呢 罗伟卿是非常积极的 那么以贺龙为代表呢 就是全军兴起了这么一场 大比武的运动 那么这样一来呢 把林彪亮的一边了 把林彪亮的一边了 但是呢 林彪系统的人马呢 并不积极 很典型的就是杨成武 杨成武呢 是解放军的这个总参的 这个副总参谋长 但是杨成武呢 基本上是不参与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呢 贺龙罗瑞卿呢 是非常积极的推动在全军 搞大比武 但是呢 另外一部分呢 基本上是不参 这是不积极 不卷入 甚至于不参与 这个 比如像这个杨成武 他这个私底下 这个 说这个 这个总参开会 杨成武呢 就是 让手底下人去参加 杨成武自己并不参加 杨成武说 想用开会 把我框进去 没门 另外呢 这个总后呢 也没有搞大比武 就是这个 总政当然也没法比了 基本上就是各大军区啊 海军啊空军啊 反正就搞别的活动 那么从大比武的这件事情呢 就可以看出来呢 军内这两派呢 很明显的就发生了这种 这种不能说尖锐 但是呢 这两派的这种 这种矛盾呢 就开始显现了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因为罗瑞卿这个人呢 历史上呢 他是很霸道的人 这个刚开始呢 在59年刚上台的时候呢 基本上还是比较 就是还是比较收敛的 但是62年以后呢 就是越来 他的这个形势 比较这个霸道的这一方面的 越来越明显 所以呢 就引起了这个 很多这个老帅们的不满 比如说 也引起这个叶剑英 聂荣珍的不满 很多事情呢 罗瑞卿自己这个 发话就办了 也不请示 也不这个 就是对这些老家伙们 就不太尊重 不太重视 所以呢 这么一来呢 就引起了 这些军内的 这些老家伙们的 这个不满 而且这个不满是越来越深 比如说呢 叶剑英呢 在这个 他搞了一个 这个广州军区呢 搞了一个什么 郭兴福的这个教学 这个这个教学法 这个教学法呢 就是突出 这个郭兴福这个人呢 在这个军队里呢 他是怎么样 搞了自己的一套 这个军内的 这个教学方法 那这个教学方法呢 在军内当时 在普遍的这个战事 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 他怎么能把这个 就是军队的 这个这一套 这个作战的方法 能够推广 推广开来 所以郭兴福的这个教学方法呢 是叶剑英最早发现 叶剑英发现了以后呢 就向这个毛泽东汇报 当然毛泽东也很感兴趣 但是这个时候呢 罗瑞卿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这个郭兴福这个教学法不错 结果呢 罗瑞卿呢 就把郭兴福这个教学法呢 这个这个拉过来 变成他自己的一个 这个 一个军内的一个 一个样板 来做推广 这么一来呢 就引起这个 叶剑英的非常不满 所以呢 这些老家伙们 对 对罗瑞卿的不满呢 就逐渐的形成了 一股道罗的一个势力 这股势力之强 在当时呢 在当时看来呢 一开始是一个比较秘密的 一个在下面的一个串联 到最后呢 就变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 这组势力呢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至少是在1965年的这个 夏天就开始了 为什么呢 当时呢 这个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当时的这总 总后勤部部长 这个邱惠作 在一次在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 在京西宾馆开会 他进门的时候呢 就看到这个 这个叶剑英和内容真两人 坐在那块聊天 这个聊天的时候 这个叶剑英就说呀 说这个人呢 手长脚长腿长 这个这个什么都长 这个什么都要往这个自己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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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抓 这个内容真也得复合 说就是说这个手太长 所以呢 就这个因为这个长流 这个这个这个坏事 这个邱惠作一进门呢 听到他们这个谈话 听到了以后呢 一看他两个老帅在里边 他就想退出 但是呢 这个叶剑英呢 赶紧就说你不要你你不要出去 你就坐这儿听好了 而且呢 这个这个邱惠作脑子一转就知道 他们是说谁 因为这个罗惠卿个儿很高啊 这个在当时的这个这个军队里面呢 是这个号称叫罗长子 因为他个儿个儿很高 这个腿也长 这个这个手臂也长 所以呢 他们这个邱惠作一听这个叶剑英 讲这个这个手长腿腿长什么之类的 他一转眼 他脑子一转 他就知道 这叶剑英到底说的是谁 就从这件事情呢 就能看出来 当时的叶剑英 他们已经对罗惠卿非常的不满 而且罗惠卿呢 这个叶剑英呢 不光跟这个邱惠作打招呼 而且还找了军队 其他的一些个高级干部 比如像李作鹏 专门跟这个李作鹏打招呼 你不要陷到这个罗惠卿的 比如空军的什么 无法陷啊 这个海军的其他的这些领导人 什么肖进光啊等等 还有一些大军区的司令员 叶剑英都打过招呼 意思呢 就是说呢 要小心罗惠卿这个人 不要卷到罗惠卿的小圈子里边去 那么卷到罗惠卿的小圈子里边 都有哪些人呢 大概能 大概呢 就有那么几个 比如像这个总政的这个梁毕业 梁毕业呢 其实原来也是这个四野的人 但是呢 梁毕业呢 一直是军队总政的这个副主任 另外呢 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个 就是罗惠卿那个小圈子里边 其实人人数并不多 但是呢 这些小圈子里边 人呢 知道说这个将来 如果一旦林彪 这个不管军队的事了 这个下台了 那么将来这个接管军队的人 一定是这个罗惠卿 所以呢 罗惠卿当时呢 也是为了自己 想这个 这个比较 风光的接林彪的班呢 他要给自己 起码要有自己的一个人嘛 另外呢 也要有政绩 比如说这个大比武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绩 那么如果将来 林彪身体不好 而且贺龙 而且贺龙其实身体也不好 那时候贺龙就已经有一些个 这个老年的病 比如什么糖尿病啊 什么心脏也不好啊 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说 一旦 林彪和贺龙 离开中央军委 这个副主席的岗位了 那么 接替这个 他们的职位的人 肯定是罗瑞卿 而且当时呢 刘少奇呢 也许过愿 就是说谁是谁 就是如果谁是谁 下台的话 那么 那么由谁来接班 那么据说呢 是刘少奇给罗瑞卿许过愿 就说呢 如果将来一旦林彪 这个 这个 不管军队的事了 那么接林彪的班呢 一定是这罗瑞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军内的这两个班子 不同势力的人马呢 就有了非常深刻的矛盾 再加上 这些老帅 对罗瑞卿的这个不满 而且这种不满的情绪呢 是越来越高涨 另外 比如还 另外还举个例子 这个 这个 聂荣珍呢 是管这个 国防科委 那么罗瑞卿呢 本来 罗瑞卿呢 是这个 聂荣珍呢 是中央军委的副补席 是地位是比罗瑞卿高的 但是呢 罗瑞卿呢 并不把聂荣珍放在眼里边 所以有些事情 罗瑞卿就替聂荣珍做主了 就是没有像 聂荣珍的 什么请示汇报 自己就做主了 所以这样一来呢 也引起这个 聂荣珍的不满 所以我们看来 这个军队 就形成了一个 对 形成了一种导罗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批人马 这批人马呢 实力是很强的 至少我们看到 有叶剑英啊 聂荣珍啊 杨成武啊 萧华啊 刘志坚啊 等等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个 一批非常强大的一个军内的势力 那么从毛泽东那个角度来看 怎么来看待这事呢 军内有矛盾呢 并不奇怪 这个毛泽东就说过 这个党内 党内无党 要什么千奇百怪 什么这个 就是说 毛泽东认为 军队里面有一些矛盾呢 适合于 利 有利于毛泽东呢 这个来 来控制军队 如果是死板一块呢 反而不好 那么 毛泽东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啊 军队呢 倒向刘少奇 邓小平那一边 这是毛泽东最担心的事情 那么毛泽东一旦要发动文革的话 那么控制好军队 这对毛泽东来讲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当时的军队呢 由于罗瑞卿态度的这个转变 就是罗瑞卿导向贺龙这一边 而贺龙呢 又跟刘邓的关系呢 非常非常的密切 这是毛泽东最最不放心的一件事情 本来毛泽东 控制军队是怎么来控制军队呢 是通过是从毛泽东到林彪 林彪到罗瑞卿 再往下 这是毛泽东最 最这个希望 就是最最放心的一件事情 那么呢 一旦这个罗瑞卿倒向了贺龙这一边呢 军队呢 反而变成了什么呢 军队变成了刘少奇邓小平到贺龙 再到罗瑞卿 军队这条线呢 就无形当中就变了 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毛泽东呢 在贺龙与林彪之间做选择的话 毫无疑问 林彪才是毛泽东的这个嫡系人 毛泽东才最最信任 最最信任的是林彪 而不是贺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罗瑞卿倒向贺龙 这是毛泽东最不希望看见的一件一个事情 所以呢 如果毛泽东要想发动一场 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这个文革运动 那么在军队里边呢 拿下罗瑞卿呢 应该是毛泽东 所 所这个期待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呢 在林彪以罗瑞卿的矛盾 或者更进一步来说 在罗瑞卿以众多老帅之间的矛盾 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那么拿掉罗瑞卿最有利于毛泽东控制军队 这个呢 才是罗瑞卿倒台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而不是说 而不是说这个仅仅是因为林彪 记恨罗瑞卿 那么 林彪向毛泽东这个告了状以后 那么毛泽东才忽然发现 这个要拿下罗瑞卿 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那么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操作的呢 实际上呢 在这个倒罗之前呢 这个毛泽东就已经搞了一些准备了 比如说 这个六五年十一月份 提拔杨成武为第一副总参谋长 本来杨成武是副总参谋长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呢 把杨成武这个军衔 从副总参谋长提拔为第一副总参谋长 这个意味着呢 是对罗瑞卿一种牵制 另外呢 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这个肖向龙呢 也被拿下 撤了这个肖向龙的职 而换了其他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中央军委办公厅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 控制着这个军队的一些 等于是中央这个军委办公的一个书女 那么拿下肖向龙 由杨成武来兼任 这个呢 才是毛泽东最放心的 不仅如此呢 在这个1965年12月初 11月底 杨成武 肖华 叶群 这个刘志坚 他们几个人呢 共同向毛泽东这个告罗瑞卿的状 在哪呢 在这个 在这个杭州 共同 告这个罗瑞卿的状 那么 当时 据这个求回座的回忆呢 说告状告的非常凶 说这个罗瑞卿的很多的这个罪状 比如说这个 罗瑞卿搞自己的小圈子啊 这个罗瑞卿这个 反对林彪啊 这个等等等等 那么 当时呢 毛泽东呢 就让这个林彪呢 也 这个表个态 林彪呢 就派自己的老婆 派叶群 去杭州 向毛泽东这个汇报 当时呢 叶群去汇报呢 没有经过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 这个 那个系统 而是呢 由这个吴法县 调了一架小飞机 从这个苏州呢 送叶群呢 去杭州 向这个毛泽东这个这个汇报 向毛泽东汇报呢 带去了这个一些个这个 这个资料 据说是带 带了十一份资料 有一些呢 是这个军队里边 这个告罗瑞卿撞 带这些资料呢 去了以后呢 而且毛泽东后来听完汇报以后呢 让叶群赶紧当晚回这个这个苏州 而且说一定要是秘密 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所以呢 可见呢 毛泽东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并不是说只有叶群一个人向毛泽东这个告状 而是军内一大批人 而且不不仅是这几个人 这个叶剑英很早就已经向毛泽东这个告这个罗瑞卿的状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想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如果军队这么多人反对罗瑞卿的话 那么毛泽东是不是也要考虑要换人 那么听完这些人告状以后呢 毛泽东就表态 表态说呢 让叶群回苏州跟林彪讲 说罗瑞卿这件事呢 你不要管 由中央来处理 然后呢就在上海召开一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个开这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都有哪些人参加了 那除了这个陈云没参加以外 什么刘少奇啊周恩来啊 邓小平啊 就中央最高层的几个人 统统都参加了 也就是说呢 为了解决罗瑞卿一个人的问题 是由毛泽东亲自来出面 你中共中央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以自己强大的这个力量 把这个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都召集起来 来解决罗瑞卿一个人的问题 那么林彪有没有参加上海会议呢 林彪去上海了 但是呢林彪没有露面 没有讲话 这个上海会议呢 是这个背靠背 虽然是这个对罗瑞卿的揭发批判 但是呢没有让罗瑞卿在会场上露面 而是在开了会以后 才把罗瑞卿招到这个上海 罗瑞卿当时呢 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他当时在哪 在云南 在云南视察这个边防部队 在视察边防部队呢 当时呢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通知罗瑞卿来上海开会 由空军派这个飞机去 派飞机去呢 而且呢 让吴法县告诉这个机组人员 说必须准点起飞 只能飞上海 不能飞到其他地方 而且机组人员必须要佩戴枪支 防止机上发生任何事情 也就是说呢 防止罗瑞卿逃跑 防止这个飞机呢 飞到什么其他的地方去 特别是飞到什么 比如像飞到这个东南亚国家 甚至于飞到什么香港台湾的 这都不可以 一定要提高警惕 由此可见的 那个时候呢 实际上已经把罗瑞卿当成敌人 所以呢 罗瑞卿一到上海以后呢 就被送到这个 这个 这个济江饭店吧 好像是 等于是到那块呢 把他给单独的这个 软禁起来 而且呢 是由这个邓小平 中文来找他谈话 就告诉说呢 你这个 你犯错了 你要这个 好好的这个 这个 这个检讨 当然罗瑞卿是 觉得这个很突然 这个事情 这个 觉得是 是很奇怪 而且呢 罗瑞卿说要当面去 建这个毛和林 中文来还说说你这个 太太太 好像是 太幼稚了 这事情 发展到这个地步 已经没有转环的余地了 所以当时这个上海会议呢 基本上是个背靠背的会议 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 这个大家呢 就是 所有这个与会的人员呢 都这个批判这个罗瑞卿 那么 是包括这贺龙 但贺龙呢 参加会的时候 贺龙本人也不知道 这个会到底是干什么 当时 中央军委通知开会的时候 是通知说几点几分 在北京 这个坐飞机去上海 那么在坐在飞机上 这些人呢 有什么刘伯成啊 什么贺龙啊 等的这些个老帅 这个贺龙在飞机上还问 说说到底这个开会 是开什么会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军事会议 我这军用地图都带了 这个刘伯成 那个跟这个贺龙开玩笑 说说这个 说这个 这个开 现在打仗还用得了我们 这些个老皇宫嘛 说你贺龙 你贺胡子 到了上海 你不就知道了 实际上 这些开会人都知道 去上海开会是干什么 只有贺龙 一个人是不知道的 几乎就是说呢 这已经都是叶剑英 他们已经打好招呼了 知道去上海开会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拿下 罗瑞卿这一个人 唯有这贺龙 一个人不知道 贺龙是蒙在鼓里的 大家设想一下 如果所有的人 都不知道开会干什么 那这个会怎么开呢 开会 大家知道 共产党开会呢 从来都是掌握好了的 都是控制好了的 谁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谁应该怎么怎么样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 这样的开会 才有万全的把握 同样 毛泽东开这个上海会议 也不例外 中共呢 现在官方就说 好像是大家都不知道 开会是干什么 包括什么刘少奇 邓小平这些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开会 好像是这个毛泽东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其实不是这么的事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当然呢 有的人知道多点 有的人知道的少一点 那像彭真呢 根本就不告诉他 那像彭真在北京 毛泽东根本就不让他 到这个北京来开会 到上海来开会 那么 那么开会呢 当然是为了解决 这个罗瑞卿这件事情 这开会期间呢 那最高兴的是谁呢 最高兴的是叶剑英 叶剑英呢 当时对这些开会的人 这个人就说了 说这个 说我这光杆元帅啊 这个罗瑞卿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说你们这些 这个有职位的人呢 就说这个 杨成武啊 邱会作他们这些 说你们这些人呢 你们还有事干 毕竟你们还 这个你们还有职务啊 那这个罗瑞卿根本不把我 这个光杆元帅放在眼里 现在是这个要这个 这个打倒这个小鬼 解放这个 这个 这个打倒阎王 这个 这个解放 解放元帅 这说明什么呢 叶剑英是最高兴的 这个 这个 导罗这件事情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元帅里边 叶剑英 聂荣真 他们这些人 是最最开心的 那么 上海会议开完了 那怎么办呢 没有 当然没有说完全开完 只是 在共产党这个这个斗争哲学里面 只是接了盖子 那么 接了盖子 以后呢 还要 要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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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罗这件事情呢 要进行到底 那么怎么进行到底呢 就是北京 三月份 又开了一次 全这个军队的 一个重大的会议 来了很多人 来了这个 两三百人 来这个 集中了 在军队里面 要肃清 所谓这个 罗瑞卿的流毒 那么 上海会议完了以后呢 当然 罗瑞卿的军队的职务呢 都被解除了 那么 由谁来 接替这个 这个 罗瑞卿的职务呢 那当然是叶剑英了 叶剑英当了这个军委秘书长 那是军队里面最有实权的 那么 杨成武呢 是接了这个 罗瑞卿的这个总参谋长 当然前面下了个带 就是带总参谋长 也就是说呢 罗瑞卿在军内呢 这两个最重要的职务 一个由叶剑英 接替了 另外呢 一个是由杨成武来接替 因为这两个人呢 是导罗事件里面最最积极的人 那林彪是什么态度呢 林彪呢 上海会议他去没去 他去了 他在上海 但是在上海的时间非常短 第一 没有 林彪没有露面 第二呢 没有发表讲话 没有发表谈话 没有表态 第三呢 林彪呢 很快就回苏州了 那么 回苏州呢 就是 实际上我们看呢 林彪的不表态呢 实际上也是一种表态 也就是说呢 林彪这个人呢 虽然林罗之间是有矛盾的 在这个 在处理军队的一些重大事情上 林彪呢 跟罗瑞卿呢 是有一些认识上 观点上的互相 但是呢 林彪呢 并没有积极的要去打倒罗瑞卿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 导罗的事件当中呢 林彪呢 基本上是没有发话 虽然呢 他派自己的老婆 叶群去送了些产资料 但是叶群送的那些资料呢 我们现在看到 基本上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比如说呢 什么罗瑞卿对林彪不尊重啊 什么 这个等等 都是一些个不是很关键的 不是这种什么 篡军夺权啊 什么这些反毛泽东思想啊 都不是这种这种政治上的这个上纲上线 那么林彪呢 当这个呃 李作鹏什么 秋辉作这到苏州去看望林彪的时候呢 林彪倒是说了一句话 林彪说什么呢 林彪说啊 说罗瑞卿这件事呢 是主席决定的 啊 但是呢 到此为止 这个事情呢 不牵扯到贺龙 也就是说呢 啊 解决罗瑞卿呢 仅仅解决罗瑞卿一个人的问题 而不牵扯到贺龙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共产党搞斗争呢 从来都是上挂下连的 就是说你一定是你有什么后台啊 你这个你下边都有哪些什么黑干将的等等 那么罗瑞卿的后台是谁呢 显然就是贺龙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而且在上海会揭发罗瑞卿的时候呢 实际上也涉及到贺龙 但是呢 在涉及到贺龙的这个时候呢 林彪实际上呢 是是表态的 表什么态呢 就是说绝对不不可以往上挂 也就是说呢 啊 不要绝对不可以牵扯到贺龙这个人 所以呢 也仅仅是呃 要斗呢 也就是罗瑞卿一个人 而不要把贺龙也牵连进来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上海会议呢 基本上是没有跟贺龙有任何 就是没有牵扯到贺龙 没有批到贺龙身上 啊 而且呢 到三月份北京会议的时候呢 毛泽东呢 也没有让贺龙参加这个会 让贺龙干什么呢 把贺龙打发到四川 去视察所谓这个大三线 也什么视察 什么攀枝花 什么那些个什么 这个这个 这些个这个企业 当当时军中共搞了这个 大三线 小三线 把这个内地的一些军工产业 弄到四川去 啊 四川那些大山里边 就如果将来 呃 中国沿海地区 受到这个攻击 无论是受到从来自苏联的也好 还是美国的也好 这些个军工企业呢 仍然还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能力 那么这些这些能力在哪呢 就体现在四川贵州那些大山里 所以呢 毛泽东呢 就把贺龙打发到四川 你去到那边去视察就得了 那整个这个北京的三月会议啊 军委的扩大会议啊 贺龙根本就没参加 那么贺龙没参加的话呢 那么这个会议呢 就啊 形成了一种 就解决这个罗瑞卿的这个最后呢 最终给罗瑞卿定调 那么定调之前 三月会议之前呢 实际上军委高层呢 仍然也在在广州呢 也开了个会 就把这个罗瑞卿的事件呢 做了一番这个总结 比如说罗瑞卿都有哪些错误啊 等等一二三四列出来 而且把这些 把这些事情呢 向毛泽东当面 向毛泽东做了报告 毛泽东是 呃 表态是同意的 那么由于毛泽东的这种 毛泽东的态度呢 所以呢 在三月 北京的这会议呢 开的是很顺利的 也开了很长时间 开了将近一个月左右 那么这次会议呢 就是面对面了 就不是背对背 就是把罗瑞卿 叫到会议场上来 给大家的面对面 跟这个罗瑞卿这个 这个这个 做这个这个 这个 揭发 这个批判 那么现在官方都说 说这个 说这个 导罗呢 都是这个林彪系统的干将 就是什么 李作鹏啊 邱辉作啊 他们这些人 其实呢 这些人 在当时呢 还没有资格呀 他们还没有资格 当这个黑干将 最最积极 最上进的人是谁呢 是叶剑英 杨成武 萧华 谢福智 刘之坚 他们这些人 这些人才是 导罗最积极的人 但是现在 我们看这官方 写的书里面 根本不提这几个人 他们这些人 所起的作用 那么他们起什么作用呢 他们在会议上呢 做了长篇大论的 这个发言 这个这个揭发 罗瑞卿 比如说罗瑞卿 怎么反毛泽东思想啊 怎么反林彪啊 怎么这个篡军夺权啊 一大堆的 这个上纲上线的罪名 这个而且呢 给罗瑞卿做了一个 罗瑞卿同志 这个反军啊 反毛泽东思想 反军等等的 这么一个 做了这么一个 长篇的这么一个这个决议 而且挂名是谁呢 就是他们几个人 挂的就是 他们几个人写 他们几个人 来这个 来这个这个 这个签署的这个 这个 给罗瑞卿定的这个 这个决议的这个决定 所以呢 我们看呢 三月份的这个会议呢 基本上就决定了 罗瑞卿的政治命令 那么罗瑞卿呢 所有的职务 基本都被撤得一干二净 但是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这个 就是毛泽东呢 还没有搞这个 就还没有 搞那516 没有搞这个 这个516通知 还没有这个 没有开这12 8届12中全会 所以呢 对 还没有开这 8届11中全会 所以呢 这个 罗瑞卿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就还没有受那些皮肉之苦 仅仅是IP 那么IP 为什么 罗瑞卿会跳楼 就在三月会议的时候呢 罗瑞卿 这个军队 官方说法是不堪这个批斗 这个呢 愤而这个跳楼 这个自杀来这个 来这个对抗 那么 据这个邱卿座的回忆里面讲呢 实际上当时呢 是叶剑英呢 把罗瑞卿小圈子里边 对罗瑞卿那些揭发呢 那些的揭发的写的那些原稿 原信 拿给罗瑞卿看 意思是什么呢 说意思就是说 这不是我们要逗你啊 是实际上你们手底啊 这些人呢 给 对你的这些 这个 这个揭发 那些揭发呢 那就很 那就非常的这个严厉 比如说 罗瑞卿自己说的一些个话 说这罗瑞卿说 我们这个接班呢 要有自己的人马啊 要有自己的这个小圈子啊 这个接班啊 如何如何 等等这些个 他们这小圈子里边 里边这些揭发的这些材料 拿给罗瑞卿看 罗瑞卿看过以后呢 对罗瑞卿刺激很大 所以罗瑞卿呢 当天就跳楼 那么跳楼呢 因为那个 他是那个脚 不是头朝下 一般大家知道跳楼呢 因为头重脚轻嘛 一般都是头冲下 那么肯定 那就是 只要头重下 那基本就摔死了 但是呢 他这个跳楼是脚 脚在下 那么脚在下呢 等于把腿摔 摔伤 摔成重伤了 所以腿摔伤了以后呢 这个 就等于是就不能动 那么 刘瑞卿这一跳楼呢 就引起这个 这个 众人的就更加的不满 因为大家觉得你是对抗 你不仅不接受这个批判 你不仅不这个低头认罪 反而是以自杀来这个 来这个跟这个中央 来这个表示对中央的抗议 大家知道那时候 凡是自杀的人 都是畏罪自杀 都是一定要给你带上一个 这反党 反党 反人民 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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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 这么一个 这个 这个罪名的 所以凡是自杀者 通通都是畏罪自杀 所以这么一来呢 这毛泽东也发话了 说这个 说这个罗瑞卿 这个自杀 不是随便收人的 说你这个罗瑞卿 这个 好像你是 是是是没有出息 等等 所以毛泽东一表态呢 那更是这个 强倒众人推了 所以呢 这个罗瑞卿 当然当然当然了 就是这个 跌入了这个 万劫不复之地了 所以我们看呢 就是罗瑞卿 这个倒台的事件呢 它是有一个 非常深刻的一个背景 不是说林彪一个人 向毛泽东 告了状 叶群向毛泽东 告了状 那么这个 毛泽东就把 罗瑞卿拿下来 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而是有一个 非常深刻的一个背景 那么呢 实际上呢 在我看来呢 毛泽东呢 是利用了 所谓林罗的矛盾 以及这个 这个林彪 以及这个 罗瑞卿和这个 军内众老帅之间的 这个矛盾呢 在军内呢 搞了一次清洗 就是呢 把罗瑞卿 清洗下去呢 形成了军队呢 完全听命于林彪和毛泽东 这么一种态势 实际上是为 毛泽东 下一步 搞文革运动呢 奠定一个 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那么 罗瑞卿呢 实际上呢 也就成为 毛泽东文革 搞文革 最早的 一个这个牺牲者 那么林彪在这里面 有什么责任吗 当然是有责任的 啊 并不是说林彪一点责任都没有 啊 林彪一开始呢 对罗瑞卿呢 基本还是想 这个 挽救 是 呃 在罗瑞卿跟老帅之间 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 林彪把这个罗瑞卿找到家里来 还跟罗瑞卿说啊 你要是这个 要定期要汇报啊 要这个 跟他搞好关系啊 甚至于还拿出什么党章来 这个这个 就是说你这个 要要要要要要 要这个 跟要要遵守党纪啊 多长时间就要汇报一次啊 实际上是提醒罗瑞卿呢 跟这些老家伙们搞好关系 但是罗瑞卿呢 没有重视 没有重视这个林彪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没有把林彪这番话呢 这个 没有重视吧 实际上就当把林彪这番话 当成耳边风了 以至于到后来呢 这个 这个 矛盾呢 越越来越尖锐 越来越深刻 你知到了一发不可收拾了 那么林彪呢 虽然 这个 不是最主要的一个 主要责任人在我看来 但是林彪毕竟是复合了 复合了毛泽东 复合了军内这些老帅们 这个导罗这些事件 这种态势 所以林彪当然还是有他自己的责任 这点呢应该也不能完全否认 那么 所以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大概讲了一个小时 把这个罗瑞星事件呢 跟大家初步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介绍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兴趣啊 我个人呢 也写过一些文章 另外也写了这个书 在这个 我写的一本书呢 叫做 找寻真实的林彪这本书 那么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找来看一看 基本上呢 把这个更 书里面当然写的就更详细了 不像我讲的这么 有的地方呢 都不可能讲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细致 那但是呢 大致的情况呢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好 谢谢大家观看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这个提出来 我们以后呢 还可以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呢 跟大家再做一些补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